外國、歷史、厭情、悲壯、歌唱粵語有聲影畫戲《廣州三日圖城記》,是由香港中和晶片股份有限公司,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秋天,在香港同省城拍攝。 這間公司在香港電車老門牌三百一十四號二樓,以及省城太平中路門牌十二號。 這出影畫戲是由胡麗天監製,以及編劇,導演是胡宗里,由徐鴻張渣機拍攝,用國產抗戰通聲機收音。 第一場,大明永曆四年農曆十二月冬天,清兵攻陷南虹,大開慶公宴。 貝勒拉和鞋隻間藍住十幾條美女,舊曬梳干,軍師哈志願大拆她鞋,貝勒拉和鞍包,聖她一隻雞, 點救這隻臭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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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那時貝勒拉和鞋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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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邝駱說:「現在人心激昂,大家都不想上亡國,可以出一張告示招兵,以防萬一。」 道榮和贊成,叫狂怒去搞壞店。 第三場,頭軍署貼出一張招兵告示,省城民仲爭著去看哪一課。 埋蔡仔粥中說:「吾吾識字,問湯豬老王公俠,將話說什麼呢?」 不過王公俠都是文盲,吾吾識看。 住在壽花街的大春代汪少謀,剛剛走過,就介給他兩鬥友仔聽,兩傢伙即刻投棍。 汪少謀看見連小販都這麼夠愛國,他都想拋家氣妾,為國頭不從容。 第四場,省城壽花街汪少謀的大宅,她的美妻蘇士,那群婢女做家務, 聽見老公的腳步聲,就躲在她,嘴巴等都鬼死的怨氣。 不過,汪少謀還在想招兵時,悶懷心事,不夠出聲,靜靜坐下。 老婆蘇士眼角瀚春,隱隱笑走過去碰她,說剛剛在花園集了很多生果,去廚房拿給她入和。 汪少謀還在樹法吵鬥,看見床上對鴛鴦沉,想起老婆蘇士在花園摸一塊打卡倫,就想到是否能去重軍。 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吾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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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大聲喊,說:「我要去,我要去。」 她的那蘇士剛剛拿著一盆水果出來,問老婆, 臭老狗哪科啊你? 汪少謀說給老婆聽其哈佬就來殺到落山城,她上頭不從容。 直那蘇士最初不夠願給老狗走, 不過,中外兩難傳,國婆就會加忙,都堅持給她去。 第五場,西南才子曠老狗子孤頂曠熊, 副像剛有的千金剛國鷹,在剛有的花園樹拍拖。 剛國鷹問跳仔, 如果其哈佬殺到來,請問紅哥會怎樣呢? 狂鷹說:「那其哈佬世不兩立,唯有拼使一戰。」 江國鷹稱她救世瓣拉,唱第二支插曲代軍海旋環歌, 來勉勵她。 中唯一嘭冷卻 正經歷腳未足 聯絡黜汪少爬 西南才子 汝可孟 演唱完之後,跟他的劍,刀光劍影,疾瑜猶龍,打退狂雄。 當時剛又出來,華麒哈佬已經殺到省城北邊的白雲山, 叫鄺雄、江國映化妝去打探軍情,兩人映命而去。 第六場,廣州西門城愛,山峰起伏,兩條鄉客女翻山越嶺,東西張望,說, 物原來是鄺雄、江國映假扮成的鄺雄說。 北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既然來打探軍情,應該不用怕直踩其哈佬陣地去刮了啦。 江國映都說好,兩人冒險向其哈佬陣地走去,行行從行行,見到兩刀青兵守住山口。 鄺雄說。 快點走近一點,這兩人可以給我們利用的。 梁斗青兵見了兩條美女, 留下口水,騙她們入山洞,上吊是洞。 狂雄、江國映將計就計, 跟著梁斗青兵走,走到山洞口, 一個屈尾十場都威嚇回她們,爆發其哈佬的軍情, 不過已經被清兵發現她們,帶隊賊兵殺到, 狂雄、江國映施展絕技,一邊打一邊走, 在懸崖跳落水樹,借水鈍。 第七場,農曆庚人苦年八月初, 南洋百利元印拿著好多銀量入廣州, 豪尚三軍,和兩廣總督杜榮和商量, 如何能防守, 凡草包凡成恩自動請允許守住西門愛城, 杜榮和進去。 第八場,在軍人聯歡宴一邊, 參佐軍的湯豬老王公俠, 和蔡仔洲中華合唱第三支插曲琴黃曲, 一肥一手兩斗蟹聲,笑死你無命陪。 第九場,奇哈魯大軍壓境, 駐紮白雲山腳,連營數十里, 大戰一足即發,貝勒賴和心急上即刻攻城。 上可喜華拉利元印是夠相好, 寫信招航八拉。 農曆庚人苦年八月初五日, 李元印,杜榮和成班友, 正在督師收足防禦公事, 接到上可喜招航書, 唯保忠義,堅決拒絕, 命令一種兵士在城樓大聲喊話。 黃州城內只有一套臺爭軍軍, 母舅航家賊。 貝勒賴和在城外聽到, 吵爆,命令即刻攻城, 大戰開始,雙方死相慘重。 第十場,晚頭黑, 貝勒賴和喝到冤崩爛臭入營, 像中粉麵肉腿, 交錯雜塵, 那群美女見貝勒賴和回來, 嚇得強顏寬笑, 貝勒賴和下賣一條美女婿, 抱她坐大腿, 上吊她, 怎知這女婿不夠識趣話。 貝勒賴,聽朝天光就要出戰了, 或是蘭迪明朝府長江有將軍, 請保重龍體,早點休息吧! 我吵! 崩口人記崩口碗, 貝勒賴和生氣, 頂條女落地, 傻她入黑房。 第十一場,日出東方, 貝勒賴和此此僑用善戰, 死至廣州西門愛城, 說要單挑江有, 江有不疼疼她, 出勝刑敵。 尚可喜見江有那麼齊得, 敬禎親親敗勒賴和, 暗中叫班藤排軍幫拖, 幸好被江國英提到, 一條女人仔奮力打狗死班藍坦。 第十二場, 大名將士防守得二, 清兵為廣州指8月至10月, 女女猛工, 都是食百果。 梁廣總督道永和見被偉多時, 無曬愛援, 士兵疲勒, 好能擔心, 集中商量, 怎能解圍, 大家你眼望我眼, 無計可思。 汪少某來到總督府, 說有機密相告, 求見總督道永和問他, 什麼了解你? 汪少某就顯計畫, 不如將炸藥造成銀磚, 找人炸行, 乘機引爆, 一網打盡, 炸溝七旗哈魯大本營, 不即刻解圍咯! 杜榮和說夠好巧, 副將剛有, 懸許犧牲。 汪少某說, 吾能通, 江將軍是省城的柱石, 怎能夠和滿賊同歸於盡? 我和你老哥的相貌有幾分相似, 我願意假扮成江將軍個樣, 去為國捐他。 杜榮和稱他夠好支援, 讓他去死。 第十三場, 蘇氏自從汪少某從軍去後, 心呱寂寞, 想住老公, 既難於梭妝, 又廢寢忘餐, 他的傻皮無知。 華少奶當然是炎火頭煮的菜不夠好逆了, 蘇氏聽到, 真是被他吹嘴醬。 突然見到, 汪少某少任任站在門口, 蘇氏以為是幻覺而已, 看一看, 就上前渣渣的老老狗先。 自知汪少某真是翻臉了, 開心到死, 馬上洗屎皮力地走出來, 蘇氏發燃爹他飲燒酒, 汪少某悶懷心事, 打捨了個酒杯落地。 蘇氏問他, 搞什麼事啊? 汪少某一五一十地說, 快要為國捐區的事。 這次回來, 其實是見到他最後一面。 蘇氏聽到, 哭到收吾吾吾吾聲。 汪少某說要拯救廣州幾百萬民眾的生命。 蘇氏隔於大儀, 唱第四首插曲《萬古流芳》曲來送別夫君, 新來死別, 這場戲真是慘過兩天來, 苦過金葉谷。 請戴上手跟仔看吧! 第十四場, 汪少某在教場, 率領二十位壯士, 肩膀擔著蔔有了銀箱, 慷慨激昂, 松蓉就熱, 剛剛想走, 她老婆蘇氏趕到尼, 藍住汪少某, 哭到收吾吾吾聲。 汪少某問她, , 蘇氏說:「……我們的最後一面, 想把愛人的身影子, 永遠印到我破碎的心上。」 但汪少某決心迴國娟區, 推開老婆蘇氏, 帶踏步上路。 第十五場, 汪少某伴有, 帶著有了銀箱去到旗哈魯兵營, 貝勒拉和以為他真是剛有,不以有詐, 親自出來公營,汪少某行禮, 說求見埃爾王,貝勒拉和說他們剛好出街。 汪少某知道難以一望達盡, 是以狀事引爆炸藥。 一聲,灰飛煙滅。 廣州城樓上, 杜榮和群人見其哈魯兵營武器煙火, 立即揮軍出城攻打,殺星震天。 第一集今週落幕, 肉之後是如何? 請賣戲票看《廣州三日圖城記》, 第二至第五集。 吊乃朗磨超跨師,大衣子演揚。 果家莊河先並江絲則交迷,冰柱耀大衣子大胡子泰雅。 陳年八空文筒ты。 昔後,